女人肯和你说这三句话 说明她心里想你了 女人心还得争一点也不错 有时前一秒明明艳严高燥 下一秒就马上阴云密布 因为女人总是喜欢让男人去猜测她内心想法 可是男人往往是心比较粗 看不出女人的喜怒哀乐 所以即便女人给了你爱的讯号 也会因为你不善于捕捉而失去机会 今天给大家总结 女人想你时爱说的话 助你一臂之力 一 主动说自己做了美容 希望你有时间看一下 女为越极者容 她们总是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 在护肤保养上 因为她们想要带给自己 中意男人不一样的感受 希望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特别是女人想你了 更是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通知你 其实就是暗示你来见她 好给她最美的评价 二 聊天到一半 主动说自己去洗澡 女人比较爱干净是不争的事实 而洗澡本身也是比较隐私的事情 当女人想你了 就会把自己洗澡的事情告诉你 因为她想激发你对她的幻想 女人洗完澡也是最妩媚多情的时刻 男人一定要适当地给予甜言蜜语 千万不能傻傻地用嗯来回答 三 夜深人静时 说自己生病了 无人照顾很可怜 女人天生比男人身体柔弱 有时候经不住清洗就会生病 女人生病是最脆弱的时候 特别是梨花带雨的表情 更会让男人心疼 如果女人和你说自己生病了 此时男人一定要飞奔向女人 给她温暖的怀抱 细心地照顾她呵护她 那肯定会让你们的感情 有意外的收获